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每个人对于这个时候听到门铃声 都感觉非常奇怪啊 大半夜的 而且归农这院子本来就在郊区 周围都没什么邻居 所以这个时候听到门铃声 那就让人感觉有点怪异了 归农眉头一皱 他本来啊不打算理会了 但是紧接着这声音那一声 接着一声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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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门外边那人疯了似的 感觉这门铃都抽筋了 归农回头看了看 我去看看 结果突然院子上边陡然响起了声音 里面的人听好了 马上双手抱头从里边出来 趴在地上 我们怀疑有恐怖分子在这里出现 扩音器传来的声音 随着这句话 归农那脸色难看到几点了 混蛋 骂了一句 他从屋子里边走了出去 几个黑袍人也跟在他身后 结果出了这房门之后 他们才知道究竟外边 现在是一副什么德行啊 就在这院子上空 好几架直升机在上边呢 强光从上边照射下来 整个院子亮如白昼啊 同时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些个红色的光点 猜错这应该是枪的这个红外线瞄准器 龟农被强光刺了眼睛 微微一皱眉 他眯缝了眼睛 就在他下意识啊 抬起右手去遮挡的时候 院子大门直接被撞开了 然后一个胖子走在最前边 后边跟着黑呀呀一塌帮子人 治安队办事啊 兜唐他娘给我趴下 哈哈哈哈 天知道这胖子发什么神经啊 啊嘴里边说着自己是治安队的 自己先他妈笑了 但是满脸的嚣张啊 要知道岛阁这边治安队跟华校是一样的 那非常注意形象啊 不然的话一旦被媒体记录下来 那可有很大麻烦 这胖子非常另类了 但是他现在这架势确实非常吓人 而且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加上天上的直升机 这感觉怎么这么离谱啊 胖子左右瞧了瞧盯着龟农 喂 你是不是什么那个龟头流农啊 我要对你们这里进行全面搜查 给我趴下 毕竟啊 其他人都穿着黑袍 只有龟农一个人 那张脸露在外边 龟农看着二族咬牙切齿的低声鹤吻 我想 我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们擅自闯入 难道就没法律了吗 不得不说这家伙真嚣张啊 哪怕对方是这么多的治安队员 居然敢如此态度 当然事实上这些人也就不是治安队的 这胖子 听动静也听出来了二度啊 但是偏偏人家穿的衣服就是治安队的 而且今天晚上的行动 也是得了治安队的允许的 之前在得到何思琦 关于那块黑布的解答之后 李高楼就决定 今天必须对龟农动手 而且越快越好 一方面呢 香珠在他手上 恐怕夜长梦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高楼 也是迫切想要知道 究竟在龟农这院子里边 藏着永生会和史前文明的什么秘密 于是他直接跟夏木取得联系 要求治安队给自己一个 名正言顺的机会 我也不胡来 你知道吧 我就办点事 作为治安队总队长 这夏木差点没气疯了 可是他一点办法没有啊 因为这人现在掌握着所有感染者的信息呢 这些人要真犯出来 岛国不出三天 全得感染上 而对于现在的岛国来说 没什么比那些病毒携带者更加重要啊 所以他只能咬着牙答应 然后亲自带人把衣服给送来了 正是如此 所以才有了现在二毒带着人冲进来的场面 再加上头顶的直升机 那本来就李高楼的 这显得气势十足啊 感觉跟自卫队似的 听到龟农竟然敢对自己的话 还有所质疑反对 说这话怎么着 还有点不服气啊 哎哟有意思啊 老子是治安队的 你他娘听不懂是吧 咧着嘴嘟弄了一句 其实啊 龟农说话 他说话 相互都他妈听不懂了 下一刻天知都有多快 龟农可听见枪声了 伴随着这声音 旁边的一个黑炮人右腿已经被子弹射穿了 跟着哭通一声倒在地上 显得非常痛苦 这回真让所有人感觉意外啊 这到底是什么他妈治安队啊 一言不合就开枪啊 事实上如果不是李高楼交代 不能对龟农动手的话 二毒这枪可就直接对准了龟农了 二毒咧嘴一笑 再多说他娘一句废话 我就开一枪 试试看啊 他觉得这才是治安队该有的样子 可以随时利用有力条件 随时跟人干仗 而且别人拿你还没办法 二毒说出这话的时候 迫切希望龟农跟自己爆发冲突 这样的话 后边的事情就非常有趣了 自己也可以好好舒展舒展筋骨了 而龟农沉默了 双手握拳 那双眼睛跟恶诡异般 多久他没忍受过如此的屈辱了啊 而且他高贵的血统 绝对不允许自己遭受这样的侮辱 可是他没办法 因为对面代表的是整个岛国治安队 那是绝对的官方力量 而且头顶上还有直升机呢 如果跟国家机器爆发冲突 那人家肯定会开枪啊 这时候就算自己不会有事 其他人怎么办呢 那他们后边的计划和行动 也就彻底的泡汤了 所以龟农咬了牙 他犹豫着 结果二毒直接朝前一步 一巴掌就轮过来了 这巴掌二毒啊 其实是专门试探 或者说他想逼着龟农 跟自己动手 在二毒抬手的时候 龟农就知道他又干嘛 但是龟农没动 啪这一巴掌 直接就轮在他脸上了 巨大的力量 让龟农的嘴角渗出了血迹 同时他半跪在地上 他咬着牙盯着二毒 龟农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 自己非常清楚 这胖子的确很强 但是他不觉得自己逊色多少 自己可以碾牙腾 但是后边的计划呢 怎么办呢 他只能强行把这口气咽下去 再拖一拖 龟农倒下去的时候 二毒露出了笑容 哎 这家伙有点意思啊 明明实力足够 哎 就不动手 怪不得就叫龟农的 哎 我看你这老王八 你能忍到什么时候啊 本来二毒的想法比较简单 既然龟农想忍 那自己就一巴掌接一巴掌 我就删 我一直删的你喊爸爸 你自然你就忍不住了 结果此刻 二毒的耳脉里边 响起了李高楼的声音 让他们的人全都出来 先救香猪 听到这话 二毒响起来了 哎呀 我来干嘛来了 为什么来救香猪来了吗 那打架是次要的 救人是重要的呀 于是 二毒盯着龟农 都谈娘子 让你们的人 从里边给我滚出来 听到这话 龟农还是沉默 明显还在犹豫啊 房间里边香猪 这时候兴奋了 他一听声音 就知道那毒胖子来了 虽然不知道 这怎么整出一个治安队 不过这不重要 外边这人就是二毒 那既然二毒来了 肯定是李高楼安排的呀 所以 安全了 不过考虑到 现在自己的处境 还是比较被动 毕竟周围站着 七八个黑炮人 万一他们狗急跳墙 真把自己给干掉 那可就完了 所以啊 香猪沉默着 只是悄悄地 抓住了索菲亚的手 给他一点暗示 旁边的黑炮人 紧张地都盯着外边 显然都没人注意 香猪这小动作 他们呢 都看向了最左边的那个 那个人 可不就是之前 香猪啊 一直态度恭敬的吗 显然这个时候 他们都在等待 这个人的决定 香猪啊 也是一直盯着他 努力地想要记住 关于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这种人的心情 是什么 就会来到